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晚发明 我是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 王老师欢迎您 王老师 现在我们应该说很多家庭都特别喜欢自己去包饺子 但是包饺子还是挺费事的 像这个和面 饧面 剁馅 需要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吃饺子就是很短暂 两分钟就改变了 对 没错 因为它很麻烦 所以说现在想吃饺子的人 大部分都去商店 饭店去点饺子 或者是到商店去买速冻饺子来吃 您说的确实也有现象发生 但是我觉得速冻的饺子不是很健康 像把这些肉和菜都是经过很长时间 有的都放了几个月的时候再拿出来吃 好像都含有什么亚硝酸盐之类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 那么其实像一些好的饭店 现在也都是这个集点集包 然后这个呈现在这个受众的那个面前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跟包饺子有关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非常便捷的包饺子的机器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 饺子是人们喜爱的传统特色美食 包饺子更是每到节日里一家团员的时候 要进行的必备项目 包的是个热闹 吃的是个气氛 但是包饺子速度慢 却是人们一直苦恼的问题 我们的记者来到四世同堂的一家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包饺子 据说你俩是全家包饺子最快的选手 对 在我们家吃最快的 最快的时候能包多少个饺子 差不多一个饺子包的钱快了 一小时也就包了一百多个二百个 最多了 几个人 两个我们几个人 我们俩人 包多了二百多个 包起来也挺麻烦的 每次连东西上的也都给两个饺子吃 然后呢 包好了一会儿就一会儿就给吃完了 包饺子麻烦是大部分人们都存在的困扰 为此 有个人费尽了心思 发明人刘宪敏 发明项目仿人工全自动饺子机 刘师傅 外号刘万能 是机械厂的一名技术员 非常喜爱吃饺子的他 觉得饺子馆制作速度太慢 价格偏高 于是他决心运用自己的专业 研发一台包饺子机 记者来到刘师傅的实验室 就是这样一台其貌不扬的机器 是如何制作出饺子的呢 简单介绍了原理之后 发明人启动了机器 馅料在料斗里旋转 从另一端挤出 通过阀门可以调节出馅料大小 现在馅吃完了 可以吃一下面 它等于是包裹上这个 对对对 它现在出来这个面筒 如果里面放上馅的话 它就包上饺子了 就包上饺子了 面筒也顺理成型之后 发明人正式启动了机器 装满馅料的面筒 在机头受到模具的紧压 形成完整的饺子 从出料口滑出来 两三个一组 料入盘中 看到自己设计的机器 出色完成包饺子的任务 发明人信心倍增 在记者的提议下 他决定开始一场 人机对抗 到达比赛现场 发明人便开始对机器 进行最后的调试 而他的对手便是老中青三代 能干的包饺子 主妇团 请大家各包一百个饺子 谁先完成包 包成这一百个饺子 包完之后 我们会把这一百个饺子 全部煮出来 到底是机器包出来的 还是主妇包出来的 口感更好 最后评出一个比赛的结果 比赛马上开始 刘师傅和主妇们 正在进行紧张的准备 他们的心情如何呢 咱的机器 一次肯定比他手工 保的效果好 再一说 比他保的速度快 速度快 所以您今天觉得 这一次您能完胜 是吧 没问题 完胜是吧 行 但您继续试验您的机器 我去看一眼 那边主妇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好 行 行 行 我已经在试机器了 就PK一下速度 还有质量 您觉得咱们这边 三个人来跟他们PK 咱们都赢不 我感觉 能赢 能赢是吧 阿姨 行 您觉得呢 我没这个心 您没心 那你们看的机器快吧 你感觉 看的机器快 还是机器快 那质量上呢 那质量上呢 质量上呢 质量上有的质量 有的质量上有的质量 他手工捏得好开头 他不容易手工捏得好看 是吧 好看 可能每个机器 机器保的好 每个机器 他不开头 这个手工捏得好开头 手工容易开头 开头 所以您比较看好 您本身就是比赛的一方 结果您比较看好 对方赢 是吧 本来就只有三个人的人工队里 竟然出现了倾向对手的意见 实在让人有点担心呢 比赛的结果 会是怎样的呢 比赛开始 人工队迅速进入状况 机器队却显得有些不紧不慢 我看刘老师还在放下下 不太不太着急 他不觉得肯定能有是吧 对 发明人还在进行四面团的准备工作 而另一边的人工队的饺子 可是越包越娴熟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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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队十分担心 饺子皮捏不紧 格外的谨慎 这也略微降低了人工队包饺子的速度 别紧张 别紧张 除了那个要快以外 咱们那个饺子的质量还要有保证 短短的时间里 人工队每人都包出了六七个饺子 而机器还是迟迟没有启动 再试一下这个顺利流量 再试一下的流量 人家那边我看你 主妇那边您看 主妇那边他们已经包的很那个很就已经包很多了 您一点都不着急吗 不着急 还是不着急 刘师傅您就不怕笔书吗 到现在为止咱们已经包了三十个饺子了 但是刘老师那边还在试面 还没有开始 所以咱们现在是不是对自己能赢的信心比较充足了 数量上领先三分之一 人工队似乎胜券在握了 刘老师这边已经包了三十个了 没问题 您还在试面 能了你也得上的 能了你也得上的 对 行 那您现在准备开始吗 准备开始 准备开始 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悄悄的就开始了 是吧 不紧不慢的刘师傅终于开动了机器 饺子迅速成形几出 可是就在这时 机器却卷好包起的饺子 进入自毁程序 在的过程中现在机器出现了问题 这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没有压好 这是什么什么造成的 那个它这块会卷的 它这个地方那个切边 压边这个地方 没有压好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状况呢 刘师傅告诉记者 由于天气炎热 面团被晒软 刚启动时 不灭 没有填充到机器内部 导致饺子粘连机器 刚出来的饺子都被卷起损坏 浪费掉第一批饺子后 机器便正常运转了 速度也是非常惊人 而人工队也在坐着 所以后的重复 刘老师那边机器已经不停的在出饺子了 我看咱们确实要加快速度 要加油 过了 咱们已经包够了是吧 对 我们也得包够了 好 主妇这边包够 好 那现在我们比赛停 大家都不要再包了 停止手里的饺子 好 那我们现在对两边的饺子分别进行一段数数 有十七十万 刘老师这边是一共是一百一十八个饺子 主妇这边手包了是一百零九个饺子 你们现在就是两个队分别把这些饺子进行烹饪 把它煮了 双方都完成了比赛要求的饺子数量 至于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要把双方的饺子进行烹饪后 请路人来进行投票 用腾腾的饺子已经出锅 记者和刘师傅来到了当地最繁华的地方 邀请大家品尝并投票 这两盘饺子您尝完之后帮我们投票 评比一下哪盘饺子比较好吃 这个不一样吗 这两盘饺子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包的 想不如问这个 您先尝尝口感感觉 再说评比评价一下 来一下来 好吃好吃 哪盘饺子比较好吃 我说哪盘饺子 你咱们慢慢的一位出来 我先去谈大后来采访 您觉得哪盘比较好吃 我主要是尝一下口感 这个胃有点咸 胃咸 那个胃合适 那个面筋道的 这个面筋道 那个面有点 面不筋道 那个面不筋道 这个面很筋道 行 面这个好一点 面这个比较好一点 筋道一点 筋道 这个呢 这个肯定是好吃的 这一盘是吧 这个大蒜和鸡汁 对对对 好我们评价一下 就尝一下这两盘饺子 哪盘比较好吃 那我怎么选一下 那我选十块十多吧 您就识话十多就行 我说有关这一盘饺子 这个比较好吃 这比较好吃 这一盘饺子啊 哈哈哈哈 这个吧 这个吧 鸡鸡包子 相对红的面比较净 对啊 所以软了 它从那虾里头 这么转了 先土地 后土地 然后那个集合 所以鸡辣了 它就辣了 所以手工包呢 还是好吃的 所以您觉得 这个手工包呢 这盘饺子 这盘饺子 这盘饺子的味道比这盘饺子 这盘饺子的味道 比较好 还是能看过来 就说咱们这盘饺子 是机器来的 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 您是 怎么样 回去再说吧 哎 面对记者的采访 刘师傅并不想多说 可是从表情能够看出 刘师傅的心情十分不好 经过了刚才 我们把这两盘饺子 章点路人 去让他们进行品尝 评价 还有投票之后 现在我宣布 今天比赛 是成队胜利 我们的 可以 可以 刘师傅 我觉得 我们的这个饺子鸡 出来的饺子 口感也不错 我怎么想呢 也有一部分人说 我的饺子吃的 比他们来拍饺子好吃的 也有一部分人说出来 我这个不好 但是来讲 我很有信心 我还得跟它比 还要跟他们比 还是要跟他们比 还是要跟他们比 更比比 他们更厉害的人比 也可以说 我下一次比赛的时候 可以让他找更优秀的 我能跟他比 刘师傅虽然不认识失败 但是路人的评价 却不得不让刘师傅 刘师傅的多年同事 祝师傅跑来规劝 机器饺子口感 绝对比不过人工 你再把他睡过了 你还在干嘛 那你说这不对 我不可能让他提起 我来说 心里苦苦的 我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做到半个人睡 我会可服他 我会有办法的 我会加倍加减的 把这个结块完成的 我有五 我对于这个角子机 很有信心 你整呗 我看你再整 能不能快 你放心吧 没问题 比赛的失败 同时的反对 实在让刘师傅 有些压抑 但是他却不愿半途而废 继续寻找灵感 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市场中专门做面食的摊位 给了刘师傅很大的启发 似乎找到改进思路的卡 一头扎进实验室 对机器进行调整 刘师傅能否改良成功呢 记者再次来到了刘师傅的实验室 一看究竟 这个是第二代的新机器是吧 对对对 您对这台机器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改进的主要就是里面的面 叫龙的一种角度 它的一种角度 给它一种减息的弥度 把它改进了以后 现在松面比较快 转松降低 说一来讲 它现在就出来以后 这个面也不发应了 另外出来的饺子也不发应了 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吃 黄老师 这个发明人发明的这个包脚的机器 是采用一个怎样的原理的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好了 基本原理呢 跟我们家的那个 用的家用的这个角肉机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我们角肉机一般上面都会有一个螺旋叶片 就是我们叫 也有叫角龙的 那么它这个角龙旋转的时候呢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叶片呢 实际上会推动着物料 往一个方向移动 工作 那么这个角龙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它是两个互相牵套的角龙 那么中间的角子馅的角龙会比较长 那么馅呢 是通过这个自己的那个料斗挤压 直接进到这个馅的角龙的这个侧面的夜轮上 然后它转动的时候 就把这个馅推着 也沿着这个方向走了 那么面的角龙在它后面 因为它在外侧嘛 就是在外圈 它在后面这个面团呢 直接也通过这个角龙的旋转 带着就往前推 老老师 但是这个刚才我们看的片子里放到这个角子啊 好像味道不是很好啊 因为总体的感觉呢 它觉得就是这个面 做出来的角子会比较干 而且这个口感也不好呢 那么这个里面是和这个角龙有关系的 这个螺旋片呢 它是它可以设计成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密度 那么它如果角度越小 它在里面面停留的时间就越长 而且这个它往外的那个挤压力也越大 那么如果这个角龙的这个叶片呢 角度连往这个方向倾斜的话 那么面走得会更快 但是呢 它在里面停留时间会短 没有改进之前呢 如果在里面面就是停留的时间特别长 挤压的次数特别多 就有可能会造成它口感会比较干 这个而且里面有可能有一些面筋 它有可能会被压断了 口感就变差了 那么发明人呢 接下来是调整了这个面角龙和馅角龙的这个角度和密度 那么效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咱们这个做出来的这个饺子啊 我也经过锅已经煮过两三次了 我自己尝试啊 让我老婆孩子都尝一尝 她说好 那爸已经做了这个饺子机啊 现在那样出来的饺子比我们手感呢 口感好多了 也别光您说 要不咱试验一下 您看行吗 行 为了测试刘师傅改良后的第二代饺子机 记者提出了 要用第一代机器和第二代机器 分别包出相应数量的饺子 进行烹饪 之后再次拿给路人品尝 请路人投票 选出口感更好的饺子 来验证第二代饺子机的效果 刘师傅欣然同意 显然 他对于第二代饺子机 仍然信心百倍 于是 刘师傅迅速煮好饺子 和记者一起来到了街上 请路人品尝饺饺子 麻烦您帮我们品尝一下 看看哪颗比较好吃 您给个评价好吗 好 谢谢 这个是我们的一号饺子 这么硬 第一位路人的评价 乐坏了发明人 下面的评价 还能这么好吗 一号饺子皮硬 特别硬 然后 感觉是盛头去了 然后这个二号饺子 要让皮细腻 好吃 不怪特别好吃 来 二号是好吃的 二号是好吃的 我也觉得爱喝好 我觉得最好感 最好吃感 这我们就饱了 然后就想整个饺子都吃到嘴巴里 然后那个粥就容易渗透 这个二号还是比较好吃的 您觉得哪儿比较好 这个的话皮比较有劲道 就比较好吃 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看 二号也是比一号好看 是吧 一号的话 这个好像皮有点硬 是吧 新车二号 这个的话 我感觉是那个皮挺薄的 然后记得了就是它那个 怎么刷那皮有点发干 发肝是吧 这是我们一号的饺子 对 它这个好像 没粘着硬 熟了没 我不觉得 是一熟了一没熟吗 不不不 这个饺子也是熟了 都熟了 都熟了 口感上 半个时间特别长了 没有没有 那它特别硬 那您觉得二号饺子还是 就正常了 这个感觉好吃 我看您一直看着那份饺子 要不您再来一个 我感觉这个好吃 第一代机器获得了零个赞 第二代机器获得了七个赞 我本来就想说二号是皮儿薄 馅儿大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刚对的这个今天两碗的饺子 你评价的还是对的 那些都说人好好吃 你后来最后你说人好饺子就是好吃 那就说明你会答是对的 经过几番的品尝 第二代机器所包出的饺子 得到了一致好评 带给了发明人极大的鼓励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刘师傅 主动要求 要把它改良后的第二代饺子机 带到市场当中 寻找更厉害的高手 与机器进行比赛 至此 刘师傅和记者马不停蹄的 开始寻找高手 你好 他们这些人都是 整天在这个地方包饺子卖的 这里边都是三位高手 包饺子包到挺好 您这边每天就专门在这卖饺子 卖手工的饺子是吧 对对对 咱们这边大概每天能卖多少个呀 千八百个吧 千八百个 千八百个 那么多 那这都是纯实人手 手工去包的 是吧 我们这包的还挺快的 是吧 还行吧 反正每天都是包一个习惯 你知道 您包这饺子 就包了多少时间了 专业厨师包饺子 这个四五年了吧 四五年了 对 像这个都是七八年了 还有十年那样的 十年了 这个六七年 这十年了 我有个新发明的一个饺子机 回来这个拿到给你们放到一块 咱们你们用手工去包 我用机器去包 咱们比一下效果 比一下速度 好不好 机器比啊 那行 但是我们三个人 人好像少点 我再找两个人吧 要不你们机器肯定要比我们手工人快 我们人多力量大 多拿 就找两个人 行吗 行行行 咱们今天都三位高手 又找了几位高手 来一起跟机器比 您这边 又找两位 又找两位 有信心吗 能比过机器吗 觉得 应该能吧 比赛开始之前 几位包饺子高手和刘师傅 正在紧张的准备之中 相比于几位高手 轻松的心态 刘师傅 显得谨慎许多 我们今天找到了五位的 包饺子高手和刘老师的机器 来去进行一个比较 那一会儿我们会请现场的 围观的所有观众 去随机的点单 那提出任何要求都是可以的 请你们随机的去去点 请两位开始比赛 好吧 都明白规则吧 都清楚吧 刘老师 清楚 可以吧 可以准备好了 是吧 好 那现在我们来请观众 提出想要什么样的饺子 想要多少个 想要什么馅 好吗 要肉馅的 要肉馅要多少个 要五十个 要五十个是吧 好 第一位路人点单后 两边分别进行赛前 最后的准备 越来越多的路人 围观在了比赛现场周围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机器队和人工队都没有浪费时间 马上进入比赛状态 伴随着围观群众的指导 人工队制定了少放馅的比赛策略 提高速度 而机器队这边情况则刚好相反 面对路人的计讽 刘师傅充耳不闻 继续对机器进行调试 可是饺子馅还是过大 导致每一只饺子都在鸡头处被撑破 而这时 人工队五位高手 每人十个饺子的任务 已经接近尾声 人工队那边已经快包完了 刘老师 咱们那边现在差不多快完事了 差不多快完事了 现在已经完事了是吗 完事了 好那咱们现在数一下 刘老师 来来来来 我现在时间停止了 来比赛停 等一会 比赛停我输了 几位高手已经完成点单 但是刘师傅的机器 馅料过大 无法成型 拖延了进度 刘师傅不甘心的 要求再比一次 说刘老师刚才经济棚 出了问题 咱们他要求再比我 没问题是吧 那现在有没有观众说 想来那个 要求说他们包什么样的馅 把我来 你来是吧 那你今天想点什么 一样二十个吧 一样二十个 一种八十个是吧 一种下二十个 好那我还是计时 好 一会和我一起 完了以后 咱们来看那个比赛的结果 好吧 您在旁边先稍微解决 刘老师您那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是吧 好 来 您到我们现在比赛开始 围观群众七嘴八舌 众说奔云 这让本来就很紧张的刘师傅 更加的手忙脚乱 不过 好在第二轮的比拼中 饺子馅的出料比例 调整合理 虽然饺子馅依然很大 但是没有再次出现 称坏破皮的现象 他能否战胜 几位高手呢 这边已经包一种馅了 你那边包完了吗 包完了 四种馅刘老师 四种馅 四种馅 四种馅人要换 好 好 相比人工队的 换馅就是换盆 机器换馅 就要复杂许多 先要把原来的馅料清空 清洁好馅脚浓厚 再放馅料进去 肥肠耗时 这个原因致使机器队 落后很多 咱们这边现在包的情况 是怎么样 已经换了两种馅了 是吧 刘老师他们那边 已经换了两种馅了 咱们一定要加快 刘老师现在 二十糟糕了是吧 虽然完成二十个饺子的任务量 机器速度非常快 但是还有两种馅料未完成 比赛似乎对机器队很不利 咱们这边现在包的 就到最后了 就在机器更换第三种馅料的同时 人工队完成了比赛任务 好了好了是吧 来 刘老师这边已经包完了 咱们比赛到这就停止了 来 停 好 咱们各自数一下两边的脚子 那个我还是老规矩邀请 咱们这位点单的客人来帮我数一下 他们的脚子 好吧来咱们先数这边 首先是胡萝卜馅的 二十个 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胡萝卜馅的韭菜低蛋的 十九的四十六八二十十 还有这边是鞋子的 鞋子的 二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少一个 二十 好 来 咱们数一下机器这边的 这个是有几种馅 这有三种馅 只有三种馅是吧 二十四六八十十十二十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这边是一种 二十四十二十四吧 那刘老师咱们那边就是包了三种馅 只包了三种馅 虽然就是说咱们可能外观上看起来比它们更好 那咱们就是算没有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没有完成任务的 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说咱们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主要就是说这个 我换线了 在换线的过程中就耽误时间了 这一次的比赛再次以发明人的失败告终 你手工包的好啊 包的圆子 包的圆子 四十大圆子 你也可以看个看包的圆子 包挺好 原料可以来了 好看 好看 几位高手围在机器旁边 企图给予发明人一些安慰 但是失败就是失败 刘师傅的心情烦闷到了极点 祸不单行 还有更大的难题 在等着发明人 老刘 你被这么制住了 公司也不管了 也不自事 同事我们团内也不支持你 这个事情你们都不支持都不支持吧 我不可能把这个产品弄得半途而非 你们都不支持 我一定要把它这个研发下去 我一定得把它完成一个有有效果有出品的一个产品 你这个事情你们都不管的话 那我自己给它做 我一定肯定我得把这个产品把它成功 公司研发经费的终止 公司研发经费的终止给了比赛失败的刘师傅致命一击 虽然嘴上坚持要继续改良研发饺子机 但自掏腰包 如果改进不成功 又该怎么办呢 此时 谁也不知道 刘师傅在思考着什么 记者找到助师傅 询问情况 我昨天也听说了 我说公司可能已经不再支持这个事了 这方面吧 公司再不支持 我会协调公司这边 做这个工作 也是自治的 我们团队也自治的 这样做下去 所以说 虽然是表面上劝他 去反对他 但是其实你们还是会帮他做一些工作 会在背地里会去支持他 是吧 对对对 没过几天 记者非常意外地 接到了刘师傅打来的电话 据说 第三代的饺子机 已经改良完成 相比于前两代的机器 第三代饺子机 加入了输送袋 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新添加了三个馅抖 在使用的过程中 第三代饺子机的四个进馅抖 分别通过四个阀门来控制操作 在包制饺子的过程中 如果需要换馅 那么 只用打开相关联馅抖的阀门即可 相比于前两代饺子机 相比于前两代饺子机 改良了人工手工换馅 费时费力的弊端 大大提高了机器包饺子的效率 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专专的馅抖 难道我们看看它会不会包出来的饺子会不会混相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咱们拿四种不同颜色的馅 完了以后分别包出来饺子 把饺子切开看看里边有没有混馅的情况 您看 可以 开心 没问题 咱们先出十个胡萝卜的 再出十个扁豆馅 扁豆的 咱们看看馅会不会存在混馅的情况 咱们包出来之后用刀切开一下 行 那我们现在先咱们先放馅 虽然更换为四个料斗 但是鸡头只有一个 四种小子馅会不会混馅呢 我们准备了四种不同颜色的馅料 准备实测机器的出现效果 发明人分别将胡萝卜 扁豆 圆白菜 茄子 四种馅料投入料斗 打开开关 相应的饺子便从出料口掉落出来 现在咱们换馅 换另外一种馅 行 那咱们就把这胡萝卜都关上 行 在换馅的过程 只需要把这个关上就行 对 就是开一下 开关 换一下开关就行了 行 咱们就试这个 好 我把红萝卜的都倒好 都放在一边 最色的馅料都可以挤了 还真棒了 不过 第三种的 第三种的馅 小四季顺利的包完了四种不同馅料的饺子 到底会不会产生混馅的状况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测试的最后阶段 到底会不会产生混馅的情况 然后咱们拿一把刀 然后把这些馅儿 这个饺子的肚子都拿开 去给大家看一眼 它到底会不会混馅 行 来 咱们先 刘老师 这个是咱们的那个 茄子的 茄子的 刚刚后来的茄子 好 我看一眼 这个是没问题 这个确实是只有茄子 来 来 拿一个 再拿两个茄子的 咱们都看看 再拿两个茄子 对 咱们都看看这些全部的 有没有混馅的情况 两个 来 咱们再拿几个 行 咱们换几个 看看 咱们换几个 看看 换一个 换哪个 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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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拿一个 打开看看 啊 这绿绿的 这个是绿绿的 里边没有任何 拆任何的 别的东西 行 看来 咱们再多拿几个 看看 是不是都没有 那个 咱们再拿点胡萝卜的 先看看 好 胡萝卜再拿一个 因为胡萝卜是第一个出的 所以咱们拿两个 嗯 就可 就不会有混馅的情况 过后不会 对 咱们再看一下最后一种白菜的 为什么 啊 白菜的 啊 对 这个白菜的也出来了 第三代的产品呢 就是经过了我们的测试 证明它还是 呃 不仅能够出四种线 完了 也说 节省了很大的人工的成本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第三代 这个改良之后呢 就是说这个 现在 同时可以放四种线 呃 可是 就是说 呃 不管是出哪一种线 呃 出红萝卜的 或者千切的 或者任何一种线 它不会给任何一种线 混餐的 颜色 它不会这个混餐的 呃 就是说 肉的是肉的 素的是素的 呃 什么 呃 记者和刘师傅 找到了一家饺子馆 说服了饺子馆的老板 在时刻点单后 用饺子机完成包制 充分测试饺子机的 实用性和口感 是否有别于 人工包出的饺子 要两份 这是什么饺子 什么馅的 饺子吗 那饺子 来两份 哦 呃 回下饺子 两份 那给我两份 猪大葱 猪大葱 对 要一份 对 哦 韭菜的也要一份 对 哦 韭菜饺子一份 还有那个猪大葱 饺子一份 顾客成功点单后 刘师傅迅速的调试机器 用最快的速度 处理点单 这样咱们这第二种的 馅的饺子已经做好了 对 猪大葱 好 都是一份 哦 还需要点别的吗 猪大葱 饺子一份 现在第三个饺子 开始做了 稍后马上就能吃到饺子了 饺子机已经完成了三组客人的点单 此时饺子已经卡锅 客人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饺子 到底饺子的口感如何呢 来两位 韭菜鸡蛋饺子 这个猪大葱饺子好了 两位打扰一下 您看吃咱们这个饺子感觉怎么样呢 嗯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对 口感挺好 口感挺好 好 那个味道能觉得呢 味道挺香的 味道也挺香的 好好好 谢谢您啊 好好 您慢用 饺子馆老板分别询问了每一位客人 试吃机器饺子的体会 能否得到老板的认可 变成发明人此时最担心的事 老板来了 老板 老板 咱们的客户这个卡会怎么样呢 我刚才给您问了一下 出客的反应很不错 感觉口感和这个皮薄馅大 这个饺子感觉都是挺不错的 虽然客人从口感上给了发明人莫大的鼓励 可是餐厅老板对机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呢 您这个能不能高一些 就是比较花式的 饺子馆老板作为专业领域的经营者 对机器饺子的外观提出改良需求 发明人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下来 请期待您那个花形饺子出来 好 谢谢您 别客气您 客人及饭馆老板对饺子口感的认可 给了发明人极大的信心 对于饭馆老板所提出变化饺子形状的建议 刘师傅一口答应 并迅速返回了实验室 对机器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 很快这一次改良就完成了 这个采用前面这个成型部分 成型的模具 成型的模具上面做了一种雕刻 雕刻的一种花形 雕刻的一种花形 那把这个饺子刻出来 它就是那个花形 这样一个机头它就是代表一种花形 一种花形 对对对 那咱们现在能做 有能有多少个机头 能做多少种花形 咱现在最少能做八种 能做八种花形 要给我射击看一看 行行行 只给我看一看 好 在制作不同花式饺子的过程中 刘师傅向记者演示了 机头的更换过程 简单的旋转操作便可完成 很快花式的饺子就包出来了 我看这一边都是花 就是这都是 这个什么呢 这个花边 花边的一圈 一圈就是做了一种花形 特地做出普通的花形 发明人为机器准备了四种花式的机头 来不及一一掩饰 心急如焚的发明人 非常想拿到饺子管 请老板对改进后的机器 进行评价 能否得到认可 取决于机器 是否可以胜过饺子管原来 花式饺子师傅 人机对抗 势在必行 急于验证最新改良过后的饺子机 发明人和记者再次来到了上一次的饺子馆 这一次 记者请到了六位花式饺子的高手 和刘师傅的机器 一较高下 我们在限定的时间内 大家尽可能的做出更多的花样 比赛规则 在限定的五分钟内 双方尽可能多的包出不同花式饺子 包出尽可能多的数量 然后进行烹饪 邀请餐厅的食客 进行品尝 投票选择出外观最好看 及口感最好的饺子 票数多的一方获胜 双方对于比赛的态度如何呢 您有信心吗 跟他们比赛六个高手 有信心 您觉得您的机器优势在哪 优势 我现在一种心情的一种设备 我感觉能比过他六位 那我也采访一下六位 你觉得你们能赢吗 你觉得 我觉得就速度上 可能它会比我们这个手工要快 但是如果说那个花样的话 估计就没我们手工的话 包的这么好看 没有你手工 对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机器它做出来的话 肯定说口感上也没有手工好 因为包饺子嘛 中国传统都是手上的劲 手上的劲 所以你手上的劲特别厉害 是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它那个皮的话 它肯定没有手工包 擀得那么薄 那么匀 不能做到薄皮带 对 对对对 所以你们都觉得能战胜机器 对对对 比赛开始之前 双方正在紧张的准备中 有一个人也在默默地 关注着一切 刘老师这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们花式饺子这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说开始咱们计时五分钟 来 五四三二一 开始 您现在在帮他们捏劲是吧 在帮他们捏劲 咱们这边擀平 对擀平 分工合作让人工队速度非常快 面对强劲的对手 发明人无暇回答记者的问题 一心忙活着手里的机器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花式饺子这边 你在捏花式 对 是的 我看刘老师这边已经出了好多了 你们咱们在这边快要哭不着 可能赢不了了 我相信这个他肯定做不出来这个花样的 做不出来这个花样是吧 好 这边还有一位在包三角形的饺子是吗 你这个是 对对对 你看刘老师这边已经挺快的了 咱们有信心吗 我有信 你有信心 咱们肯定有游戏啊 刘老师我看您现在机器停了 嗯 是 我老板要换另一个机头 哦 换另一个 那您赶紧换吧 他们那边已经做出不少了 好 我看咱们现在包了的情况 现在是目前来止 不够快呀 来了以后刘老师那边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咱们要加快速度 这边 好像是出了问题刘老师这边是吗 还没有啊 没有啊 我把他这个还没还没调整好 还没有调整好是吧 划息头了 比赛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两队都在争取最后的时间内 制作更多的饺子 刘老师这边是机器工厂盒 那你这边现在的第五个发 第五个发 对对对 第五个发 现在马上就 时间都到了 几分钟马上就到了 我们现在开始倒数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停 好大家都停了 来 我先问一下刘老师这边 咱们这边包了几种发誓 包了五种 包了五种发誓是吧 对 咱们这边包了几种发誓 五种 也是五种是吧 那好 那我们数一下各自的个数 比赛结束后 刘师傅的机器 包出了五种花式的饺子 普通饺子四十五个 梅花饺子四十六个 四方饺子四十三个 咖喱饺子四十六个 儿童饺子五十二个 共计二百三十二个 那我们来算一下 人工队这边 人工队质包出了 四种花形的饺子 花边饺子五十个 三角饺子五十六个 太阳饺子五十五个 普通饺子五十五个 共计二百一十六个 所以从数量 从花形的数量 还有饺子的数量 都是机器里边油 那我们下面去把这个饺子烹饪 煮出来 拿给我们餐厅的客人 去品尝一下 看看他们对于味道 的评价 完了以后我们再评选出 两边胜利的人 然后咱们把这个饺子烹饰给它 特长一点 不然你去打扰一下 我们这专面台的在做一个节目 帮我们品尝一下 帮我们评价一下 帮我们投个票 哪一盘好吃 那挺好 谢谢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因为你看它好像 馅比较饱满 然后皮也比较薄 对对对 然后它形状呢 我看好像还有好几种形状 对吧 我看咱们有这种有光的 还有这种月眼型的 这边也是我们讲的 就是这两盘香米 您投一盘票 就是哪一盘比较好吃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对对 您也投一盘票 就是这两盘饺子 您觉得哪盘比较好吃 我觉得这一盘好吃 为什么好吃 这盘饺子包的好 包的好 行 那谢谢 想请您帮我们评一下 就是说这两盘饺子 哪盘比较好吃 包括饺子饭 还有饺子味道 您觉得哪盘好吃 这盘好吃 这盘的话 就是比较精致 然后就是店也饱满 形状也比较新颖 您对这盘呢 这盘的话 就是说就是绕粗糙 看起来看的就是 另外就是大小也不一样大 就是不太不太 对口感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更好 您觉得哪盘 说您两盘饺子 完了想让您教我们评价一下 这两盘饺子 哪盘比较好吃 您尝尝这个 这盘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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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呢 这个 这是有你经历的 这盘饺子 这盘饺子 对 是吧 嗯 我觉得是不是大馅 这大馅 是不是 简直能饱 您觉得是 我觉得还是这个 这个好吃 这盘饺子 这盘饺子 看着皮儿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口感也比较好 然后它那个形状呢 就比较同一点 嗯 然后这种呢 包括不是很均匀 嗯 嗯 所以 如果对这两盘饺子 进行投票的话 只能投一票 您是投给哪一盘 哪一盘 我投给这一盘 投给这一盘 啊 您是投给哪一盘 啊 这一盘 也投给这一盘 对 都投给这一盘 嗯 行 行 那谢谢 假如就送给两位品尝 完了 我们呢 就呃 就这样 就感谢您 嗯 就送您用餐愉快 嗯 谢谢 刘老师的这一对 全自动包饺子鸡 获胜 YES 恭喜您刘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经过了几次的失败 发明人终于获得了成功 刘师傅激动的心情 异于言表 发明人刘宪敏发明的 仿人工全自动包饺子鸡 包出的饺子皮儿薄馅大 整齐划衣 口感筋道 有嚼劲 不仅可以同时包出四种馅料 还能出四种花形的饺子 而且能根据需求定花式饺子的鸡头 极大的减低了人工包饺子工作的繁重劳动 对这款机器呢 我想有两点这个建议 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他用在一些这个餐馆饭店的话呢 那我们就希望他在今后的改进设计中呢 在他的后端的这个饺子的压制这个鸡头这方面呢 去做一些这个面条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可以压制成型的饰品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现代化的今天呢 那么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工业和生产呢 也是我们一个需求 那么如果这块机器在他的前端能够增加这个全自动的注水和这个货面的这个机构 那么在他的后端呢 再增加一些这个自动包装的机构 这样的话呢 他面向一些工厂的营运呢 将更加适合 那么通过这次比拼呢 我们看到这个机器是战胜了饺子界的武林高手 应该说这个机器是非常的让人赞叹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器人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跟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在这里再次感谢王子熙老师 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器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再见 他是英勇的战士 在大火之中不畏艰险 挺身而出 包围人们的生命安全 枕刀石枪来挑战 熊熊大火之中 看他如何霸显神通 帮助人们逃离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